拿武士刀cosplay 遭警察射殺 传统的日本武士是时代的象征 更是不少人崇拜的偶像 不过时代不一样 如果现代拿着武士刀趴趴走 可能很难等先试之 上月十日 美国犹他州22岁男子亨特 打扮成日本动漫角色 参加当地cosplay聚会 身上配着一把道具武士刀赏街 有人见状报警 他曾和警方交谈 最后却被开六枪身亡 警方宣称他手持钢刀挥舞 才会开枪制止 但家人表示亨特拿的是塑胶制玩具刀 不过警方照片显示 刀是金属制长0.6公尺 而且有开封 但当局至今没有交代详情 只强调和种族议题无关 律师批评警方过度使用舞弊 目前家属到事件现场设置纪念区 并要求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调查警方是否滥权 动新闻综合报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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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徒带期调查局调查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